新北新店警方昨天下午跨区道永和 准备逮捕一名毒品通气犯 没想到通气犯顽强抵抗 居然是开车冲撞警用真防车 画面上可以看到警方原本强力拍打车窗 要求嫌犯下车 没想到嫌犯开始踩油门前后猛撞 最后是把两辆警用真防车顶开后逃逸 索性没有人员受伤 而警方寻现追查发现 嫌犯的车被弃置在中和的一处停车场 立即派监视小组踩阵 并持续锁定嫌犯位置追起当中